主料,面粉600克,主料,油,盐,葱,红绿辣椒,花椒面,胡椒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小巧的削面刀,准备面粉,用凉水和面,先一点点加水,边倒水边用搅拌,成雪花片状,再揉在一起,稍硬一点,醒20分钟左右,削面前搓成长筒形, 锅里水宽一点,烧开后,一只手托住面团,另一只手拉削面刀,沿面团的上端到尾端,有一侧到别一侧,浇灭一片一片的销到开水锅内,点一点凉水,水开后就可以捞出来了,捞面,调点油盐像松枝啊,烹饭技巧,浇面条的调制啊,做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,黄花菜,木耳做的素调制的也挺好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